十九號下午 桃園有一名通緝犯 他就站在可麗餅的攤販旁邊 但他一早就被警方給盯上了 因此就默默地把車停放在攤販旁邊 準備要下車抓人 後來可以看到這名嫌犯 跑沒兩步 兩隻鞋都跑掉了 而且被發現被印上蔡清男子 站在可麗餅攤前 殊不知早就被員警 一眼認出來 他就是頭寫通緝犯 員警立馬逮人蔡清嫌犯 拔腿狂奔 跑給警察追 跑到鞋子都掉了 也來不及撿 繼續狂奔 為了甩開 警察還轉進一旁宮廟 但即便跑得如此賣力 還是被帶個正招 沒關係 沒關係 先跑來 十九號下午桃園區 龍潭區員警在巡邏時 就發現蔡清嫌犯騎車 經過刻意低頭 舉止怪怪的 員警等到時機成熟 上前歹人 他就馬上撈泡 那我們最後在他身上 起出了兩包 毒品以及吸食器 那全讓我們依陶檢所發佈的切道通緝 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來移送陶淵地檢署偵辦 巨頭三區有聲明 蔡清嫌犯 為了逃跑進到宮廟廣場 結果就摔了個大焦 想跑也跑不了 現在不只該面對的還是得面對 因為更被發現吸毒刑徑更是最佳一等 記者 下午 下面謝祥林 討人總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